騎著 請坐 各位董事 各位董事 各位中官 我們這兩點鐘 比較沒有兩點鐘的時間 要來講這個預算的編解 國家的預算的編制的問題 就是說 政府單位要怎麼編預算 政府單位編預算是很重要 因為預算書是每一年 每一年我們的公共行政 要做什麼 政府要來做什麼公共設施 中台的政策 要來開買路 還是要做一個機場 還是要開一個海港 還是要建設這個國所公路 像我們將來 我們秘書長有說說 一旦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把高鐵 環島 高鐵環島的時候 是一年可能半天而已 比較沒有半天 這樣就很方便 如果我發現說 我相信我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的一高 實在是做得很差 一高 二高 在這個北部這段也一樣 都會搭車 這將來要怎麼改善 南北 南來北翁的交通 要怎麼改善 可能還要進一步去想 在那高鐵以外 我們有可能對石賓 像 台北 這個 南水會 左岸 去沿石賓 做一個石賓的 渡路 一直往 台中港 這站如果做得好寫 做一個這個 像高速公路 還是快速道路 這樣也可以改善 南北這段 台北 台北市台北縣 和土豪縣 和新立這個中間的 這個交通的縣 類似這種的機會 都要 來進行 另外就是教育 體安 我們教育要怎麼做得好 讓每一個小孩 我們接受教育以後 他有成分的創作力 不是像這種 現出是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教育是 要教給你賣 不是要教給你賣 要教給你沒辦法思考 教給你沒有邏輯觀念 你如果沒有邏輯觀念是 1可以等於2 2可以等於1 這樣還是對 這樣還是對 隨著的盤農屬非 我們是中國人 也都是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人又要起笑 我當時先教育 你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要分得清楚 雞就是雞 狗就是狗 狗不是雞 狗不是狗 不可以雞肉為賣 也不可以雞肉為賣 但是中國人就是這樣 雞肉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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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的卵 小的卵 雞肉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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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新政 秘書長在這裏說一遍 很貼切 他說 有一個人 貴重嘛 好幾個人嘛 他的孩子騎馬去賺死人 我說怎麼判 因為有錢來啊 所以是 馬持商人 無罪 你如果沒有紅包來就是 持馬商人 誰持馬商人 這個人 騎馬賺死人 就有罪 我說誰說什麼 說這隻買的 賺死人 就不是我人 賺死人 錢來我就 馬持商人 馬在前面馬 馬為主題 賣在前面 他死人 這個騎馬的人 沒罪 就要多少錢 有法官 所以中文是很壞的文字 中文是非常曖昧不明 ambiguous 曖昧不明的文字 隨在這個法官 隨在政府的主體 還是說這個 獨裁者 那個主腦者 來收營電影隨在改水 就是 中文美國來到台灣 已經是20世紀 中文是20世紀 他也是這樣 過來過去 都是印度 隨時 要把教育 讓我們 重溫 他的那種 融合的書上 然後 讓我們去判斷 沒有邏輯 我們今天我們 對著我們的法律 就是很多人 因為沒有邏輯 觀念 沒有辦法去打破 他那個 黑白講話 舒服 不明 暧昧不明 那個文字 遊戲 不是 所以 我們就陷入 他的那個 我們的思考 我們的思考模式 我們的思考方式 就含什麼 他那種的含政 兩岸 一天說 我們兩岸關係 怎麼樣 兩岸 怎麼樣 怎麼樣 實在是兩國 實在是兩國中間的台事 就是 公寧兩國的時候 變成一邊一國 也是分了 不清 他的一邊一國 是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我們不是 我們台灣就是台灣 跟中華民國沒有關係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關係 所以 我們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樣 這是題外話 我這裡是一個開場拜 說 我們說預算 預算也很明確 怎麼說明確 預算的編審是 數字 一百萬就是一百萬 一千萬就是一千萬 你的一本比 大於一就大於一 不可以說 一本比 可以大於也可以大於 大於 這個這個 同樣一個 一個價位 一個價位 你計算出來一本比 1.5就是1.5 不是可以1.5也可以1.3 不是這樣 政客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 因為 我想我本來是點半小時 以前是點半小時 現在 有將近兩點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時間比較窮 跟我媽媽來說 那個 那個 預算 的理論 預算 最早期的時候 是一個 收根資的一個 政府的收入 跟政府的支出 這個計算 政府收入 跟支出 原則上是要平行 平衡 收入多少 開多少 這個 所以 在傳統 還是古典學派 的主張 就是說 不要有赤字 你的支出 一定是在收入的範圍 裡面 但是你收入中收 政府的稅收 政府的稅收收 如果是1億 你這邊開出來 就不能超過1億 我們看 古早古早 在歐洲 發展的初期 還沒進去現代社會的時候 還沒進去 入社會的時候 因為建政 國王 那時候 國王是一個風建社會 風建時代的時候 國王為了要建政 他就給人民 求很重的稅 求很重的稅 國王 為了要揮霍無度 他就求很重的稅 我們看 Robin Robin Hood 羅賓漢這個電影 像羅賓漢 他會來 跟這個貴族對抗 因為這個貴族揮霍無度 一直對農民 一直求很重的稅 所以他就在生靈對抗 那就是人民開始 反對 或者 搜刮無度 政府的政府 之後 我們公民 那些什麼 那些 有權力法案出來 英國有一個權力法案 2015年開始有權力法案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來 反對國王的開銷 國王的開銷一定要有一個 反對 不能遲到一個庭路 不然一直求水求水 人民的生活就很困難 後來慢慢來延遍 慢慢延遍到 這個 跌室世界大戰的時候 才發現說 我們政府的開銷 要有一個戒斗 要有一個戒斗 這個戒斗就是說 你的收入 要禁止你的水 因為在一百 一七七空年 一七九空年那個時代 法國已經建立一個 很好的戒斗 就是說 我創造 創立各種水 各種的水 這個水是有明目的 有名目的 這個水名目的時候 稅率是固定的 這個創水後 按照他的環節來求水 如果是建口的關稅 這個關稅有一個稅率 什麼東西價值多少 稅率多少 然後經過來看說 我的稅收是多少 他法國以間接稅 間接稅為主體 間接稅為主體 所以這個 商品稅 關稅 就是他的稅收 稅收 拿這個稅收來做什麼 做建設的支出 那種是Clobet Clobet 他本身是財政部長 他就開始贏定 間接稅 將這個間接稅 叫起來稅 做很多建設 他巴黎的中心 巴黎的中心 向我 射出去 我們像去 梁 去 地中海 射出去 都做很大的公路 這樣 輻射型出去 大家來建設這個公路 然後 林海的所在都建設海港 馬賽港 這種類似馬賽港 所以 法國的交通 國來的交通 很方便 工廠又開始發電 二十年開始 從一九七七年 到一九 一九七七年 到一九九年 二十年間 法國變成 歐洲最強的國家 因為他的水質 油糧 羊毛出在羊身上 感謝稅是誰人在負擔的 感謝稅就是消費者在負擔的 所以你要消費比較多你就負擔比較多 這個情形之下 他稅收很豐富 稅收很豐富 他做了很多建設 他就變成一個 歐洲 歐陸最強大的國家 克爾貝特 他的成功 一直到這個危機 很多國家都學習 法國的制度 就是 間接稅為主題 歐洲 就是說 收入 增加 你 錢 才有辦法 跟著他增加 所以古典學壞是說 你的支出 不可以超過收入 這款的 觀念 一直到當時才爬爬 一直到1930年 1936 1930年 1936年的時候 將Mannard Keynes 卡因斯 他質疑問 就是 關於 就業 貨幣利息 以就業的一般理論 關於貨幣 就是money 利息是interest and 就業的 employment 的 一般理論 叫 xenotheory 他說古典學派 因為主張 古典學派理論是說 攻擊可以創造需求 攻擊可以創造需求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 這個觀念是 社羽所主張的 因為社羽是17世紀18世紀的 經濟學家 法國的 他 他 SAY 他的名字叫 SAY 社羽 他那時候出頭的時候 16世紀17世紀的時候 剛好是地理上大發現 全球都需要 歐洲的產品 所以歐洲的 生物上 一旦 生產的東西 都不夠 所以 攻擊 馬上就創造需求 他推銷就出去了 推銷就出去了 卡因斯說 這個傳統的古典理論 碰到1929年的這個 經濟大恐慌 已經不再適用 已經不再適用的時候 傳統理論 拘泥於 政府收入 要大於政府支出 已經是過世了 因為在1936年以前 在那建政政府絕對不可以發行公債 政府不可以發行公債 在這個中間 這之前 英國是相共的國家 他的建政也最多 所以 為了要籌策他的戰費 他就發行一種叫做抗索 抗索這個東西是什麼 每一年 但是他的面額 錢公債 他的面額是100塊 100塊的英鎊 他每年都給你5塊 給你5英鎊的利息 但是政府沒有負責什麼 行李這地方抗索的100塊 所以這個抗索是一直流傳下去 N年 因為漸漸的關係 他發行這個抗索 他的存留的期間是N年 不像有的發行 在說10年 20年 30年 美國現在最流行的就是30年 所以他們說的是什麼 要發行短期載件 來回收長期載件 類似這樣 5年 甚至有1年 所以 凱恩師說 過去古典學派說的是 政府在那建政的時候 不可以在發行公債 一定要收支平衡 凱恩師說 假設如果是這樣 你收支 要平衡的時候 這個經濟沒辦法發展起來 就是說 經濟衰退 沒辦法改變 變成回公經濟 賣衰退可以繼續成長 是怎樣 這個總體理論很趣 總體理論就說 你的GNP 我應該可以寫給大家看 我們的GNP 從投資 加上政府的支出 政府的支出包括 政府的消費支出 跟政府的資本支出 我們資本都可以用這個K 因為資本就是CAPT 用K做開頭 中國的CAPT 因為這個消費是K開頭 英國的C開頭 但是一般來說用K 因為這個消費是consumption 加上這個 這個消費 對國外的出口 減 對國外的進口 這部分叫做淨出口 一個國家在一年中間 出口多少就是X 淨出口多少就是M 所以經濟這個加起來就是GNP的造型 GNP的造型 好 凱英修說 經濟不正式的時 大家 很多人失業的嘛 失業的時 他所得的減少 失業的時 很多人失業的時 勞動市場 很多人想要找頭 所以本來是一個月5萬的 因為 勞動攻擊過多了嘛 所以 工廠的老闆說 你2、3萬要做嗎 有人5、3萬要做 再來3萬的時 要有很多失業的 老闆說 沒有2萬要做嗎 我2萬要做 4萬要去接 所以 他的所得就減少了 甚至他沒有頭路就沒有所得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增加 這個東西不會增加 甚至這樣下來 這樣下來時 當你的消費水準一直降低的時候 你工廠的行山者 說我東西 生山後就 燉火在那 火燉在那個地方不會水 不然我就 減少我的生山 就投資就減少 我就不用再投資 本來這個阻礙已經 用10檔這樣 可以淘汰了 只要叫我投資 一億去買這個阻礙 不會嗎 不是 舊的阻礙 繼續用 所以生山的就假 沒有人要投資 所以這也減價 所以動力要淘汰你的GNP 的時候 消費在減少 投資在減少 政府一定要淘汰你的基礎 世界各國都 因為 投資減少 消費減少 你出口買不到誰 當然你出口也沒辦法淘汰 出口沒辦法淘汰 當然你政口也沒辦法淘汰 同樣 就是這樣 所以有的可以淘汰 付GNP淘汰 就是政府的基礎 要政府的基礎 經常消費 就是說人事費 辦公費 這都很固定的 沒辦法有很多的便當 有的可以淘汰什麼 政府的公共 市的基礎 哇 拚命來 去旗塑公路 來去海港 來去海港 跟空港 這樣來淘汰你的開銷 這樣可以預期什麼 GNP 不要 成長力不要太多 我們這個東西 就可以扶植中國的經濟 去幫忙 中國的經濟一定幫忙 扎到萬而已而已 很多我們 大家看部署 看電視 說 哇 中國外公 剛才 10月1號的時候 他們放假的時候 多少人開多少 一顆錢開多少 剛才 很好 這樣 中國經濟 後 中國經濟 美國比較用 有了沒有 就是說沒用 老闆 想說 中國很強 他消費靈的很強 沒有那些事情 中國來說 中國的那個 消費 C 減GNP 這個C 如果除以GNP 像30% 到40% G這個部分 也是像30%到40%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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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貴度的政府的支出 所以他經濟 爬不起來 歐洲 經濟壞 美國經濟壞 對中國的出口的東西 減少 他的那個 金口 所以他這部分 沒辦法增加 有啦 他說 我也是貿易 順差 因為金口 出口桌 但出口的東西搬去嘛 所以他這部分 可能要 小小的成長 但這部分 都大幅降低啊 是這樣 因爲中國人 在中國有錢的 都是高幹子弟 高幹子弟 對中國的未來 並沒有 負負 願 所以 錢都去國外 資金都外流 中國的資金外流 非常嚴重 美國國外 有一個報告說 20年後 中國會是 世界上 最窮的國家 我這樣就是這個所在 為什麼中國的那個消費 我們的 我們的社會 我們台灣的社會是 C-ZNP 差不多50-60 我們已經很欠 50-60 他的人 那個什麼 他所得分配 極度軍 百分之 他的 高幹子弟 負負百分之 八十到九十 的 國家的所得 和財富 想著就要有八十五 我們做八十五算 百分之九十五的 中國人 中國人民 才擁有全中國的所得 百分之十五 好爬好爬 到這樣 散的散的 不是來講幾個 如果有人找到一個 我這個 這個 這個 最重要的 他沒有一個人民幣的 這個財富 如果有找到這個人 財富和我同樣 平安 比較高 你如果找到 類似這個 和我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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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沒有財富 所以他就沒有財富 現在不敢拍得多 你看這個國家要怎麼強大 但是我在政客 你跟我說的時候 這個國家不會強大 我沒有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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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美國的QB 美國現在在 怕水費 兩個小孩完全不一樣 我們要去觀察 美國這個小孩 它有自動調整的能力 自動調整 他們這些小孩 我們像說 疫情7000年 疫情7000年在反對夜戰的時候 美國今天是很衰 很頹廢 我不知道你人是否在美國 197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社會 美國的大學生很頹廢 怎樣頹廢的話 你沒辦法想像嗎 我在1970年 虛擬的周大 我剛在宿舍住了一年 我就不鬆懷 他們都感到我這位 健康都說得不容易 我住在外面 外面住在一個大樓的地下室 我在上樓 我在Paint House上樓 在那裡 偏面就在那裡 偏面就在那裡 偏面就這樣 我想說下去瞬間 看一天大學生 爺爺爺爺爺爺 躺躺在那裡跳舞 在那裡做什麼 group sex 你不要聽過 我住了兩禮拜我總該跟老闆說 老闆 我不可以住在這 我會睡不著 我會失眠 這個時候沒有診斥是他們最苦 集體做愛 那個皮膚都已經長的疹子 皮膚拼了 它是很潮濕的 在那裡跳舞 集體做愛 那樣就已經 年輕人覺得沒有明天了 所以就是享樂 我們現在說那個 我們說啤酒屋 以前在美國很多工廠 工廠的大工廠 工廠的大工廠 大工廠都變成他們的跳舞 group sex的地方 這個小孩是這樣 反越戰 反越戰 打到這樣 撈到這樣 撈火撈地 甚至有人死去 那個年代 你想我這樣多次 芝加哥是一個犯罪的地方 芝加哥的城中心 那些高門巴士的那個 STOP這個地方那個範圍 沒有人家在這邊 說那是犯罪中心 但是我1984又去的時候 不一樣了 已經都沒有這個現象了 因為越戰結束了的時候 他們開始檢討 這個社會自己自動檢討 這麼多 lycx的人 如果過去是荒唐的 過去是荒唐的 從那開始 他們在背後 都穿水水去应征工作 去吃饕楼 这个世代过去之后 都很正常我都很努力 我第二边又去马里兰那个地方讨论 我有一个图事馆 直接休息不冠 晚上大学生都在那儿讨论讨论讨论 到1970年代 大学生都去治国论讨论 完全不一样 看他们的自动调整 这个民主社会就是这样 你自己去选择 不用你控制 你自己去找最好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教育家 他们要劝说 你们就要去做政党的路 做政党的工作 短期的失衡 短期的失调 不管经市民 还是不住民的失调 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他的自动调整 这种中国的社会 没有自动调整 因为他专制贴解嘛 专制贴解给你们的东西 是让你无法有逻辑思考的 你无法有逻辑思考的 你无法有逻辑思考 你就无法去选择 你应该做的逃务 所以一直可以 没有自己思考 自动调整 一直沉稳下去 他政策 他的政策也无法改进 这种的经营 中国哪有可能 变成最强一流的国家 是不可能的嘛 我是具体的例子 政府的计算 这部分就是预算 所以是怎么说 财政赤字很多的时候 政府就无法实施 他很好的总体政策 所以预算跟什么 预算跟财政赤字有关系 像我们现在财政赤字很多 累积的债务超过五条 那是 中安政府可以算的 看的就是很明显的 Tangible 它用Tangible 说隐藏性负债差不多20条 中安民说 来这些传达到 终于20条的隐藏性负债 什么是隐藏性负债 还有一定有你的土地去做做什么 做堕楼的 做厚靠的 做公共设施的 跟这些都没有给你补偿的 他们要给你 要给你 要给你 那像我们家的土地 那天有人去我们家 像外面路边的 我们路边的时候 人家要开路 好 我这两五条 两六条 两十条出来给你们做路 这些人要不补偿 那公所应该给我们的钱 这些人都要不补偿 已经40档了 另外行水区 你这条河川有行水区 行水区有时候因为河川犯难 所以行水区扩大 本来是10米 现在变20米 10米以外那些土地是个人的 你行水区扩大 甚至河川做这个河川 做到你的土地来 给你照用 甚至给你蒸熟 蒸熟后也没有信仰给你 也都10年1年30年40年 这就是政府的负借 还有政府对保证 像说河川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苗梯的 但苗梯的时候 还有一个保证 保证你从来营运不良的时候 政府要给你回收 所以后来 回收就花4千块 花4千块 这变成货有的负债 尤其是这种东西 中安美国中间 20票 加上中安政府现在5票 定政府差不多中间1票 26票的负借 所以 如果是当期的财政赤字 当期以来 你的预算的便捷 如果支出桥贵收入的时候 你就产生赤字 赤字一直夾起来 就是你的负债 所以赤字是一个流量 要分辨 流量和纯量的概念很重要 赤字是一个流量每一年每一年发生的 债务接起来 变成纯量 纯量和流量概念真的 像我们汲的这个地隔水 地隔水是针对流量来汲的 就是說你這個土地的租人 這個土地是100萬 租人一年有6萬的租金 我現在要求你的得益稅是對6萬求稅 這6萬就是流量 每一年都在求你的地主 因為你每一年都在生地主 地主是每一年生出來 這6萬是流量 我求得益稅是對流量求稅 一百萬的公告限制 過五年變二百萬 變二百萬你就要求30%的稅 你若不得要求 這個二百萬加一百萬 那個一百萬乘30% 30%的稅 例是這樣 我們是用簡單的比例來計算的時候 你就要求負30萬的土地的稅 這個東西一百萬變成二百萬是存量概念 存量概念 所以土地的稅是對存量所課的稅 這就不一樣 對流量課稅跟對存量課稅 就影響我們的行為 這個我來講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財政赤字是一個流量 那個債務的累積是一個存量 每一年每一年財政赤字產生 你的債務累積一直在增加 存量就一直在增加 所以卡恩斯說 你們財政赤字 這個收入一定要帶於支出 收入就是 我們用 Tax Revenue 稅收 叫Tax Revenue 要等於政府的 GC加上GK 就是戰爭的時候 你這個去買武器也是GK的一部分 武器是CAPT的部分 槍炮、船艦、飛機都是CAPT的部分 所以你的總收入 總稅收是Total Revenue 總稅收 要等於你支出的部分 他說不行 還有GN這點 因為你 當你經濟 經濟很壞 經濟在做衰退的時候 這個東西沒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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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唯一可以增加就是政府支出 所以凱恩師說一說 什麼是財政赤字 我政府稅收1億 但是我要花2億 要做什麼 因為大家都沒有套路 所以我請一些四條的人 公路握一個扛 一個人握一個扛 今天握一個扛 握一個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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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消費 一旦有消費 工廠就開始噴噹 就能來投資設槍 這就扛起來了 這就扛起來了 然後 大家都這樣做 我出口就會增加 政口也會增加 這個ZNP就會增加 那是開始的理論 所以在1936年 情跟後 經過預算的觀念不一樣 只情是說 稅收 一定要超過你的支出 但1936年 不一定這樣 經濟的變動是 起伏不定的 這是時間 年度 year 一年過一年這樣 這個ZNP的成長是這樣 這個趨勢沒有錯 只要你人在增加 還是地肥在增加 年齡在增加 年齡在增加 地肥在增加 你這個ZNP 應該是這樣走的 趨勢是這樣 Trend是這樣 但是 這個是一定這樣 波動的 短期的 這條是長期的 這是短期的 短期的 短期的波動 所以是怎麼說 特經濟可以 預測說 當時要下降 當時要爬起來 一般人不知道 說就買股票 人真買 不知道說 就得到那裏 你又人真買 就害了 類似這樣 你來把握 掌握到說 什麼時候是它的谷底 什麼時候是它的高峰 經濟是一直不斷的循環 景氣一直不斷的循環 這樣 要掌握這個循環的趨勢 你的投資理財才不會失敗 我們這裡 講到這裡就很了解說 預算制度 在1936年以後 有很大的變化 凱因斯的理論 凱因斯學派說 不要拘泥 不要赤字 但是呢 長期的平均 有時候有結餘 有時候有赤字 結果你回去看起來 應該是 整個債務會等於零 正常的社會是 回去看債務會等於零 比較冷的社會 比較沒用心的社會 在乎是一直增加 當然美國很特別 美國因為它 負擔全世界的負平 所以建政比較多 開銷很多 所以它跟我們一樣 負債也很多 這是它很大的困難 這跟歐巴馬 在11月6號的投票裡面 是不是可以 勝選也有關係 對 在1936年以後 預算的制度 也有很大的變化 最初開始的預算是 收支 並列這樣而已 這些支支 都是一個支支預算 有 那時候有的人 有的國家想 我錢是要多少 現在想我收入 要來增加到多少 臨時來增加稅收 美國的地方政府就很明顯 葛斯福特別有一個支出很大的 他就把我們的房地產稅提高 稅率提高 評估價格提高 像市政府說 我要做一個價位 這個價位需要10億 10億的代表 那就是芝加哥市 要10億美金 前面就跟那個 財政局長說 你把他增加10億的稅收 那在英國想到哪裡 最快的地方就是 對於他的財產稅 或者把財產稅提高 或者把你那個財產的 這個評估價格提高 但是稅率不便 2%來說 他要增加10億的時候 他去評估說 我現在把這個 評估的價格提高多少 我就可以增加10億稅收 跟他一年而已 一年而已 一年而已 人民也可以接收 類似這樣 或是分做5年來說 五年一年增加2億很簡單 我現在 這個 轉資加哥市的 土地的 房地產 都增加5% 就可以收2億 年少5年 都增加5% 他就收10億進來 所以他們很快 他們的調整很快 類似這樣 這個預算制度 就有很大的改變 想要是知識計畫 知識預算制度 再來發見說 美國國防部發見說 民間 我們 美國的民間 公司 公司 特別是大公司 美國有很多 超大的公司 他們都有做 一個 計畫預算制度 要 進行一個價位 他們去評估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 他的效益在哪裡 所開出的成本多少 他去評估 評估的結果 感覺說 效益很大 成本不用多大 就是效益超過成本的時候 他就做這個導師 如果是效益不太大 導師要很大 這個導師按 這個導師按 這個導師按就不要做 所以他們就 建立一個 叫做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在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叫做績效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這個績效預算制度 績效的有沒有績效 績效預算制度 我們用很久的 台灣也一樣 美國政府也一樣 但1960年70年代 績效預算制度 就把他 用這個設計計畫 預算制度 叫做PPPS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來取代 因為他 用先進的 那個 成本效益分析 來進行這個 規劃 這樣 所以 我們這次 也是要在這個設計計畫 計畫預算制度 裡面 1980年代的時候 卡特 卡特出來的時候 他還看到 大公司 大人槍 他就有一個 靈基預算 什麼是靈基預算 像我們的ZM ZM有很多槍對不對 他發現我有一個槍 那個槍生產出來的東西 顏色沒人買 ZM的車 比較沒人買 這個計畫 總要把檢討說 我們下一個年度 要不要生產 如果下個年度 不要生產的時候 這個槍就要關掉 如果三檔搖 這個槍 真的放在機械 都放在那裡 還有一檔 兩檔 三檔搖 跟我說 五歲數搖 這個小的變遷 跟我說 需求量很大的時候 他還要重新給他 啟用 這就是靈基預算 所以美國政府 也有這靈基預算的制度 但靈基預算 跟台灣 我們都沒辦法進行 怎麼說 美國的公務員 就像老港一樣 現在這個單位 沒用 沒作用 他沒技巧 也沒那個必要 就給他裁刺 裁刺了 在這個所在的公務員 跟五百塊來說 這五百塊 不是塞到別的地方去 這五百塊 這五百塊 就要失業 去領什麼 領失業津貼 自己才去找頭 人家是這樣 我們不是 我們精神的心 幾萬人 到處塞來塞去 公務員都沒有減少 都沒有減少 另外就是說 為了要求他們退休 還要讓他們 更多退休的點數 跟他們五點 十點 甚至五十點 子女的 鼓勵他退休 退休之後 違規找第二春 五十歲就退休了 類似這樣 這是不對的 規格不一樣 總之 我們現在已經 用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進行 設計 PPPS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有整個原則 第一 就是說 經常收支 經常收支 跟資本收支 要並列 過去在績效預算制度 通常都沒有特別 都分開 兩種 經常收支 是經常收支 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 是資本支出 就經常門跟資本門 分開 現在這個PPPS 放這位 整個預算書 放得很清楚 頭前是經常收支 後面是資本收支 資本收支 資本收支 跟資本支出 經常收支很簡單 經常收支就是說 通常收支 通常收支 經常收支 通常收支 就是人數肥 辦公肥 資本支 資本收支 是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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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 哪好像貸店啦貸胃啦貸湯啦 不足的錢就是我enser他貸錢的 資本出資產後收集的了 這是資本收入 還是高速公路通行費 因為高速公路是一個資本支出 通行費收入這是我的資本收入 資本收入一個部分 他如果資本車資產沒有給 Air 班旁就是要去起公園 这个资本支出 一般来说经常收入 如果大于经常支出 我们就有经常账的盈余 经常账的盈余 在一个发电中的国家 我们的资本收入 要做资本支出都不足 所以经常账的盈余 都拿过来资本支出这边 来支持这个资本账的平衡 蔣经国时代 特别是这个经营 蔣经国时代 一直经常收入 跟经常支出 控制到什么 你的收入一定要大于支出 收入大于支出 这部分拿过来资本账这边 来做一些公共建设 蔣经国时代这点不足够 这是说两个 经常收入跟资本收入 并立在这个预算书来的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说 财政收入要等于财政支出 就是不需要赤字 蔣经国在做行政院副院长 跟院长的中间 我那个监督 在行政院主机处 在做这个财务规划 他很坚持 预算赤字要平衡 他很坚持这点 所以那种人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 很多人有识字 第三点就是 你做一个公共支出 公共建设 经常建设 经常支出是 公共建设 公共建设 开一个铁路 公路 开一个下口 还是说这个 建设一个海港空港 都要用成本效益分析 你的效益一定要大于成本 这就叫做一本比大一的原则 效益的总加 加总 要处以成本的加总 这样要大于一 大于等于一以上 另外第四点就说 你做这个资本支出 公共建设支出的预算的时候 要有替代方案 你虽然找出一个好的方案 说它的一本比大于一 但是你还可以找一个替代方案 就是说 我们在当时 要做构梯的时候 说在这条山做构梯 但是 是不是可以找八条山 它的成本比较低 不用建设那些山区 不用建设那些山区 它的成本比较低 像我刚才跟我说 我们如果对 淡水河淡水河的 作案 建设一个构梯 建设百里 原石边 这样走 原海边走 都没有打膨胱 这些成本的相对架 成本的相对架 不免说 相对不免说 开到四千块 各位如果有特别注意说 在疫情七空年代 抗生法 习胜花 习胜花 他那时候是国民党的总常委 他去找日本的这个转家 来评估说 在西边 开一个高铁 要多少钱 大概是一百的 一百的 后来他没做到八零年代 如果要做这条山来做 要做一个高铁 不要开那么多的房间 他说一千亿 他也要做 在1980年代 九零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规划高铁的时候 他也要请日本的专家 来台湾测量和评估 说如果真的要开一个新干线 高铁这个东西 差不多一千亿 但是国民党都不可以做 国民党都不可以做 所以后来就让 大陆到这些有这个 引起这个 台湾高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也知道台湾高铁 他本来现在看到的 跟城市有那个效益 但是在建设初期的 没有感觉有那个效益 都去到大陆工程买了 他给他探那钱就不得了 所以这是一个 有点土利他人 土利私人的 那些现象发生 就是财政收入的估计 财政收入 我们要做预算的时候 要先勾起 我们有多少年 到底有多少年人家 这个政府 我们就说 我们用管政府来做一个比例 就政府还是管政府来做一个比例 他这个地区所有的税收 所有的 他可以丢别的税源 收入的财源 有多少 他的财源有多少 首先要做一个评估 每一年年多的 这片的 预算这片的开始 也是税務官丹尾和财政丹尾 去评估说 他一年多 我在过去这年多 税收和事公 在图文官来说 是差不多300亿 那么他一年多多少 他一年多多少 他一年多大胸 我们人口的钱多少 土地 和这个 我们的房屋 的交易 的利用有多少 或者是我们其他有关的地方税 管政府可以讲 税收多少 都去做评估 那条的结果 320亿 一年才增加320亿 增加110亿 所以每年多 我们预算要怎样变 跟说 今年多 变300亿的收集 政府 中央政府 给我们多少 跟说 100亿 400亿 所以你变的预算 在400亿反而来 每年多的时候 你把苹果起来 增加110亿 这300亿 中央政府可能给我们多少 跟说 做100亿 所以你做400亿 每年都可以增加 才增加400亿 这样而已 这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去做 经常收入的评估 所以这里里面 跟你的税肉 跟税收 就是关于 庭口水最大的 最大的 庭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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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 庭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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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我們台灣沒那麼多 台灣大概是 這個 減少20% 甚至比較多的地方只有10% 所以台灣的地方財政非常困難 因為他沒有很多歲月 所以歲月跟歲收 歲收跟歲月的關係是稅率 你的稅率如果高 做的你就會比較多 但是你歲月高的時候 人民就負擔不去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是主要說 歲月要低 歲月要低 但是歲月要踏實 我們現在現時發生的問題 台灣現時在中華民國貼一個地 我們的歲月都不老實 不實在 我們想說你扣地價稅 地價稅的規法就是根據公告地價 有一個市價在那裡 市價是大家說 一片地一片多地多少 大家都知道 10萬 公告地價叫2萬 甚至1萬 甚至5千 古書 他每一個平方尺 每一個平方米 每一個平方米 市價是2萬塊 他的公告地價多少 2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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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貼到2千塊 不可以 你貼到2千塊 2千塊就增加多少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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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就1千%了 鐵政機關反對 怎麼可以這樣 你一貼就貼到1千% 我這樣公佈下去 人家就台棺材來地政局空氣了 所以才會說 扣無稅 市價是2萬 不管是台市 人家去平工 在九山市來 2萬塊 一個幣 但是公告地價 200塊 要扣多少 這很不合理 我要把增加到2千塊 就不行 甚至增加到400塊 誒 成長率百分之百 這也不行 這樣 所以我就扣就算 這就是制度的問題 公告現代 公告現代可能比公告地價更高 公告現代在土雲館 差不多減 市價的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們剛剛說2萬塊 那些東西 一個幣2萬塊 公告現代是40% 差不多8千塊 怎麼差這麼多 公告現代跟公告地價差這麼多 因為公告現代是 称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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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 这是10万的公告限职 这是1万的公告限职 建设要改建的时候 他说 外面10万我只有1万而已 把它调到10万 10万的时候 政府给他情绪 1平就费14万 他如果是30平 他就费到420万 给争收补偿 这家庭好了 他们这要购了 说过去这1万而已 这我如果给他做10万 要给他费给1万 在这平衡委会 他就去理你 费到1万 他要购了 这要购买了 购买一个35平的 说这要购买的时候 你若是1万到10万的时候 你就要费多少 那当时60%的税 1万到10万差多少 差10倍 所以你都要60%的税 10%的税的时候 他就费不到 所以60%就费不到 所以说 把它调到1万 他们这去把他购买不了 你看 这个借购是不是变来变去 歪来歪去 变来变去 水财一通 没道理 所以我们经常税收没得到增加 就是我在通关 老费老板 打拼到要死的 税收也没得到 再来就是资本收入 资本收入 资本收入 资本收入和投资性的收入 刚才我说的 资本收入就是说 我只做一个球 当时的两边有一个大客户 大盒 大盒只有一个球而已 还做一个球 这做一个球的时候要求什么 过桥费 每一天过去都要等50块下去 或是40块 过桥费 这就是自常性 所以每一个投资案 最后都是自常性 即使是公公公公公租很漂亮 要入院的时候 请一个月10块 这是合理的 这样子你这公公才会漂亮 才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 像以前的若新发言 入院都要钱 很漂亮 要先政府徵修了 現在變成怎樣 無稅了 變成無稅 這就是那個 自償性的收入 投資收入就是說 我們剛才說 我出錢 政府出錢去設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去營運 賺到錢收入這個投資 投資性的收入 再來做財富收入 民町這兩項 經常收入和資本收入 不夠經常支出和資本支出的時候 我就來發行公債 可以看你的需要 過去 中央民町都發行七年的 七年到十年的 甚少二十年 甚少三十年 他們都做這期的趴生 七年到十年比較多 這是財政收入的估計 這每一年 我們要做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很常識去憑股 你究竟有多少錢 再來做多少事情 為了我們臺灣的這個地方政府 是怎麼都會恰意一直增加 負責一直增加 因為每一個管制定員的候選人 都對民町開支票 人家都沒辦法 他們說我這個東西要做 要做的時候 現在會說下去了 不做不行 到時候就要去 是沒有錢的時候 就要去 對民町救錢 他們現在現出是沒有辦法發行公債 救錢之後 每年每年累積一個 那個 借務貸的 借務貸就要入利息 就一直要對財政部 對中央去愛說 它是沒有錢 所以每次要便利選 我們就一直要插什麼 插中央愛護地方的統籌分配 稅管的分配 和補助 中央各部會 有一些對地方的補助看 非常複雜 非常任意性 沒有一個根據 大部分都沒有根據 看你跟中央怎麼打交道 所以地方政府的地方官 公公是都要到面上去打交道 就是要去喝酒啦 送禮啦 或者如果更加 要更惡劣 就說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對中央單位 提到的回庫 先放一部分就自己落在那裡 如果想說他去拿一千萬 百萬先放到自己落在那裡 他會燙燙 才用那八百萬去做這個工廠 我不會說什麼 過去一千千五時代有一個很富大 那個本來是正式明星 那個人叫做劉三層 生老 每次在中央鐵寶座都放三層 都自己落在那裡 一千萬放到三層 他做這些事情 他的核心人都知道嘛 他就流出來 他叫劉三層 然後開始他生老 一千萬你把劉三百萬 三層就落在那裡 剩下七百萬才去發包 發包的中間 他開始要再拿紅包 要再拿錢 所以工廠一千萬滷 跟民進說一千萬才可以 結果滷到地方落水的時候 才順三百萬 因為他開始要再拿 七百萬要再拿四百萬去分 分什麼 工務局長 還是說這個 這個主員BC 還是說管議員 市議員 地名代表 歷史家 甚至立法委員要插一腳 因為立法委員會說 我那土一千萬 也是我有出力 所以奔奔奔奔 那土一千萬 那土一千萬 這個單位 標到那個人 才用三百萬 做這個工業設施 所以你看我們 土路水高 三年兩年 就要修理一次 就是因為 一千萬的東西 才用三百萬 做 頭天減料 就是高崇洋中 那個分割道 那個 那土要裡面用包什麼 包包裡頭 包裡頭 包裡頭在裡面外面上水一塊塊的 這怎麼會不會害死人 你看 這看來東亞美國政府 談到這個程度 後來劉山城 民政打小報告 說永不入用 小生年期都沒聽到的聲音 這就是我們 本土達人的鼻子 這不是 單一的孫子 這是在台灣 我們每一天都在發生的 每一個地方都發生的 這貪污到這樣 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統治之後 我們有 他們說五千年的文化 五千年的貪污文化 我一次 我一次 在中央研究院 剛才有一個老所長 提供 他就是中國流氓民 我說 呂所長 呂所長 這報紙上 一直在嘗說 哪裡貪污哪裡貪污 你為什麼不 你那麼敢講話 你為什麼不寫文章 你不在寫文章 把他批評批評 看民政可以改進嗎 因為很有力 因為很敢說話 用外星人的口氣 這個喔 這個 中華民國 中國五千年歷史 都是貪污文化的歷史 講也沒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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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也這樣啊 也知道啊 講也沒有用 我們中華民國 有些外星人 很敢講話 過去我經常看他寫文章 在批評 我已經老了 你們年輕人去寫就好了 歷史 他就不要再寫 不要再說了 他說也沒有用啊 所以 你如果看說 我們民政府的積積多年 我們的肩膀是很重的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文化 完全對我們本土大人的腦海裡 把它去除 要很長的時間 不是三十年五十年 有一個東西說 可能要七十年 因為我們去上去 去上去這樣把我們污染七十年了 只要把這個污染完全去除 還要七十年 所以我們很希望有年輕人來 我還有十年 可能就是站起來 就入土危險了 我就年輕人五十歲起來 做到七八十歲 就換一倍 一定要有年輕人 我們現在很希望有十歲左右的 三十歲左右來 接受到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堅持下去 七十年以後 我們台灣才會變成一片熱土 像日本這樣 美倫美奔 像歐洲這樣 我們很清晰 想 我們捕捉一些地位 歐洲 我怎麼拜 我相信還沒有幾年 想到 還因素推測 還七年 這很重要 我剛才說這個 政治不政治 這邊的時候 在2008年 2008年 5月 我在4月26號去紐約 考察 金融風暴 5月之後回來 我在台北英港兩次三次 說這邊的金融危機 比1929年的世界經濟不景氣 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是三當五當的開割 是八當十當才發展開割 我們去做工作 人生去學習 不要浪費金錢 因為什麼 歐洲的經濟 沒辦法馬上爬起來 美國也一樣 他也沒辦法馬上爬起來 中國因為這樣管理 有可能崩潰 我們台灣的身份 我們台灣跟中國無關 所以只要我們大家 比較認真打招 平衡時要省 不要浪費 我們就能平安過一日 現在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休君五文精 我們再繼續來講 學民的庫庭 謝謝 請起立 走 休君五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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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君五文奇 çocuk五文精 休君五文精 休君五文電 休君五文 u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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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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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感谢观看 A1 A1 A7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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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編制預算的原理 這將來我們說真的有地理政策 我們會開一個公共行政班人情來上這個区 我最近有10批文中 10批文中在說預算的 要怎麼編審預算的 放在那個不是我什麼 就是我的學生 把英文翻在中文 我有傳給那個 我們法治法務大臣的政策跟我們三人的 趙哲輝 我們的秘書趙哲輝 秘書是主任 趙哲輝 你如果想看那個文中 才跟他討 他會傳給你 那些文中都很平安 這批文社會分析 這次各大學都沒有開這個 很可笑 所以很平安 計劃取捨後的替代方案的分析 就是說替代方案就是 這個所謂做一個球 地點是不是應該在這裡比較適當呢 這就是替代方案 或是在這裡做的時候 比較興奮 做在這裡 做在這邊 這裡這個 人口擁擠的這個所謂 比較興奮 有比較興奮嗎 還是說效益比較大 就要去比較 做這個所謂做一個球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人 水中這裡也有很多人 可能在這裡 這裡已經極限了 沒辦法發電話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家都方便 這裡也方便 這台也方便 因為這個球比較小 傳統的這個球 可能說這是10米的 我們這裡做的是50米 類似這樣 要做到這個地方 比較理想 將來不用擔心 大陸做第三個球 類似這樣 所以這個替代方案 做這個地方是比較興奮 這個地台的地方 這個河川經費的地方 是原始地區 不是那種沙子的地方 所以你就考慮說 你投入的成本 會比較減少 效的一樣 這樣你就要有些替代方案 所以這是編制預算的原則原理 我出來的時間 要說什麼 台前我一直是怎麼說 這個 土地政治稅 跟地下稅的問題 我們台前說這個 很多都跟地方政府有關的 我們今天講完很多都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 影響地方的 居民的財產的價值 這點 就是我們在做買房地產 買賣房地產的時候 要去 用心去思考的問題 什麼地方它的建設比較好 那個地方就是公共財 叫做Public Good 公共財已經完善 有公圈 有立地 有家庭的地方 它的房間可以 計達會比較高 那如果有什麼垃圾場 墳墓區 還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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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葬儀社 紅葬場 的附近 它的房間可以下樓 一旁那時候 我們一個社區裡面 有一個賣房地產的地方 有一個賣房地產 有一個賣房地產 你說你要把你的房子賣掉 很多人來看過你的房子 蓋得很好 但經過關三點的時候 我最近就打拼 就覺得不知道當時會死的 經過關三點的時候 覺得搖擦了 很衰很衰 對死了 對死了 稍後看到那家庭學員說 很漂亮 哎呀 關三點 在那裡 對那過 心情都不開看 不方便 看一看什麼賣賣 找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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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所以很明顯 很多小谷裡面 有一個光三點 你這個小谷的房地產就落垢了 還說什麼 火葬場 葬儀社 或者這個垃圾場 在旁邊 那有很困難 所以 我們賣房子要看什麼 看我們的地方建設裡面 做一個各社好 我們學校在這裡 當然這個地方可以比較貴 學校如果蓋在這裡 這個地方當然比較貴 類似這樣 我剛才說這個 土地增值稅和地價稅 怎麼影響我們的房地產價格 很多人沒辦法看 很多人說 土地增值稅這麼高 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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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如果想說 站在這裡說是對的 誰會貴手 大部分都沒有貴手 怎麼不對 貴手 一個而已而已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怎麼這麼貴 土地增值稅是交易稅 地價稅是什麼 持有稅 你持有每年 每年都課你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是什麼 你如果有交易 還是移轉才給你課稅 所以這是機會稅 我如果賣戲 我沒有移轉 也沒有貴手 我如果賣賣 也沒有貴手 我也沒有貴手 對 但是我如果持有的時候 貴手 持有的時候 貴手 就是我的負擔 持有的貴手 貴手很高 我要無限期持有 沒有貴手 沒有貴手 如果貴手很高 我把一個土地賣 放在發草也沒關係 對吧 放在發草也沒關係 因為貴手很輕 所以你看 交易稅很高 我賣賣 地價稅如果貴手很低 我賣賣 因為我稅稅很輕 就是放在發草也值得 發草擔當時 起床的時候我才賣掉 起床的時候我可以把什麼 把我的土地增稅轉嫁給下手 我才賣 如果沒有轉嫁給下手的時候我賣賣 只有我有錢 我就放在發草沒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機制 就是 儘管的土地增稅 跟全家的地價稅 就給台灣房的賣只有賬 上賬沒有下賬 下賬都是一塊而已 過一個階段就起起來 過一個階段就起起來 它一個機制 這個稅的機制 讓房地產只有賬不會跌 那本來的機制 稅制的機制 已經給房地產只賬不跌 只賬不跌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一個總體因素 這個總體因素就是 剛才我們有的那個土 Boom 所謂Boom就是經濟 經濟非常好 大家都有錢 台灣錢 M-100 借到這樣 外貿 外貿 外貿順差 外貿順差 一百億 你就要發行 三千億的貨幣出來 我們剛才說ZNP C-I 加Z 加Z 加X-M 這個如果大於零 這個如果大於零 這如果大於零 這是說X-M 有100億 我們就要 中英人就要 買100億 一百億的時候 就要發行 三千億的台幣 對 貨幣層數加上貨幣層數 如果是三倍 我們在市民流通 就增加九千億 出來 這九千億 一個一下子 沒辦法小鈴 變成油脂 變成油脂 的時候 會變成怎樣 銀行的利息就會比較高 銀行就卡電了一直在出賊 你說 沒什麼人我才有錢你來購 沒什麼人我才有錢你來購 你利息 比 都已經比較多 所以你把農費購錢 要3.5% 4% 你如果來我再購 2% 你要購 你當然去購錢購來什麼 行農費 甚至購了什麼 因為你這個貨幣工具有增加的時候 物價會上漲啊 股價會上漲啊 股價會上漲啊 這股價 房地產會上漲啊 你借的上漲 你稀這2%而已 借來買股票 先買股票 賺錢 跟這個你一千萬來買股票 你半年來賺一千萬 什麼你又來買房 一千萬 還行一千萬要有存 人是這樣做的 你如果有那個管理 所以就是說 當貨幣工具有增加的時候 你就物價上漲 利率下跌 當貨幣工具有增加的時候 M1V 要注意M1V M1V就是我們一直在市民流通的錢 M1V如果增加的時候 你的利率下跌 物價上漲 房地產價格上漲 股價上漲的時候 那個景氣很好 我們說的 剛才說那個景氣很好的時候 這個鏈 這樣上去 像這個階段 在這裡到這個階段 你如果可以猜測說 這個階段這樣上去 谷底的時候 你在這個地方買股票 攤到這個地方 1坡2坡3坡4坡 不斷理論來看 你可以攤 第一坡 第三坡 第五坡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5 第一坡 可能你沒感覺 但你要知道 第一坡站起來的時候 你沒抓到 但他回頭的時候 第二坡 第三坡的時候 很強勁的上升坡 你如果抓到那個趨勢 在這個時候抓到趨勢 就沒有股票賺錢 股票賺錢 股票賺錢 第二坡 股票如果 大企業之後 下一個階段就是房地產上漲 在那裡 到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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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土地润税是非常不合理的税 10年前你要准备一千万 10年前你要准备一千万 你的土地的土地限值是400万来说 10年后你的土地限值变成600万 你现在要留的税多少 现在是30% 所以你若是600万 一千万嘛 变一千万 你本来400万 变成十年后你变成600万 所以600万减400万的时候你就200万 200万你要缺30%的税 就要缺60万 过去要缺严重 过去是50% 600万减400万 存200万 50%缺100万 但是你有探钱你没问题 跟说这个房子已经起到1500万 你买1500万 缺100万 90万 60万都没关系 过去是什么 你10年前买一间房子 这要落架了 一千万这样的东西 你去人家贷款800万 土地限值是400万 这10年后说我限值是600万 你的房子已经落架 落到纯600万了 你已经缺400万了 你才买掉的时候 因为公告限值是600万 所以你要缺60万 你缺多少 房地产的价格你缺400万 我还去缺税缺60万 这有合理吗 不合理了 你如果贪钱又缺税 没关系 只要你了解又缺税 我们中南部有很多这个现象 特別是南部 像我们政家 我们农村地区的 都起不起来 10年前500万 加200万就买掉了 但你买掉的时候又缺增值税 这不合理了 不是说 我们要去看 总体经济的 现象是怎样 现在台湾的经济 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我们的竞争力大幅衰退 资金长期外流 从1980年开始 我们的收入金就开始外流了 到现在已经32年了 我在过去 接着小文中说 我们一定要以 阿根廷作为借鉴 阿根廷在1945年 培动执政以后 资金开始外流 因为在钢箱街 他的大企业家 福利的人 都走到欧洲美国 人家都走到欧洲 所以资金长期外流 到1975年30年 阿根廷在1970年代 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他在1935年 是世界国民所得最高的 外游存在最多的 比美国更强 在经济力方面 比美国更强 1935年到1975年 这40年而已 君子执政30年 变成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 請不要为我哭泣 你看那个电影 的电影 人可能到那个程度 只资金外流 年俗30年 他就变成 最贫穷的国家 变成30个国家 我们没有那个牌子 不能吃那个下油 但是恰恰 我们的政府没有力 就是说 流氓政府流氓的 难民 他很强势 他强势 强势法 和你的台币 没多不支 我们一直建议 在1989年 1988 1989年 1998 特別是1998 1997 亚洲金融风暴 1998 发行 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我学生 努力去建议 一定要贬值 从32块 变到36块 或是38块 我又要努力 我的组织研究院 我就没有安全 我的学生 所以让他们建议 本来在台经圆上班 所以让他们建议 我去给那个 中央人总裁 派两个副总裁 请我吃饭 叫我嘴 就要放起来 不可以说 那当时 我们如果是 台币贬值到38 或者40块 台湾经济 不会崩溃才这年快 你想想看 32块到40块 所以说 这个东西做出来 出口 1块美金 在国际市场 我的台币费率 如果是32块 我的成本是30块 我没有1块美金 拿到32块 我要探2块而已 但是 如果变得到40块 不要说38块 用40块来算 我收起来 买1块美金 拿到车 我去洋行 汇队的时候 1块美金 我换10块 我就探8块 探10块 我将我探10块 比探2块 来说 就 利润可行 我的工程 就不用关掉 就不用找到 中央代料 就不用找到海外 我就在这些生产 我的工程 就在这些生产 我告诉我 成本已经去到30块 我这些生产 买出1块美金 成本32块 換作台评也是32块 要贪啥 我没贪 没贪 就在口里说 我是不是这个 枪要关掉了 我一旦关掉 有200的工人 你们这200的工人 都没努力了 大家偶偶待避 没努力 有的就去 打仗买材 有的就什么 就去自杀 烧炭自杀 这就是我们20年来 台湾经济的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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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现象 台湾经济一直 半半成20年 都是因为资金外流的关系 产业升级 突突空间 我们没有人产业升级 你本来在这些 羌羌 没有亦产业升级 大家都要捡便宜 我那中国台湾 土地搬移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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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的这个 港主搬移 所以是要 强短线 要躺得多 结果 一无方 都在那中国台湾 这边这边的关系 上中下游都关系 关系 中国的产业的 那个 聚落 就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 很多老公 过去世纪的 生活 就是他们的 这样来 现在面对 国际 经济的不景气 到2008年以来的 金融危机 到现在都不解除 欧洲的经济 看起来很困难 美国的财政资质 压力也很大 所以年代什么 年代中国的经济 变不开 所以 台湾是 可以庆幸的所在就是 我们台湾这个土地 因为 農業资源很丰富 農業资源很丰富 我们如果大家 蓋下去 最败最败 一堆四堆土地 我们就可以 做来生活 只要有美 有菜 我们就可以成功 得很好 所以 政府来说 就是 我们要好好地建设 台湾的農業 那是我们民进府 一向都这样注定的 头先说到这个 庆幸灾情 和房地产 很有关联 因为收到去 有人可能对这个 我刚才在这个 所谓的公家 有的从来 不要听过 由于这个 体系水 和土地经济水 这个机制 是 和台湾的房地产 止涨不跌 加上 货币因素 这个货币因素 一旦如果 这个东西发生 你货币公企有 就增加 像这次QE3 出来后 台湾 这次 这次 这个房地产 没有什么 特别是 都市地区 但是呢 一定要小心 一旦美国和欧洲的景气 恢复生机 美国的救援力 如果提高的话 它的利息稍微调高 我们一定对它调高 但利息调高到3%的时候 台湾的房地产一定 所以这次 如果要买房地产 不只买土地 如果要买房地产 要看地方 看有潜力的地方 不是在台北 也不是在高雄 也不是在台中 我感觉最好的就是土屋 我经常跟他说 土屋是将来 台湾的钻石地带 我都在土屋的鄉親 不能随便买房地产 不能随便买房地产 不能随便买土地 所以我们在国附所在 你看 康处很多 现实是全台湾170万的康处 回到1998 2000年那个时候 空屋多少 160万户 回到1990年那个阶段 空屋160万户 结果房地产齐齐齐齐齐齐齐很久 到了200年是谷底的时候 但很多人没有看谷底 我200年看它是谷底的时候 市民整路都在买房地 在买土地 我那时候没发现 我就在 当时 在我们路族 北平那里 那里 我就买一堆产的政策 本来那些价格 登关的时候 这3万一平 已经落到 买房地产 剩1万了 要房地产 土地的基础也是很厉害 所以这幅 如果 如果要买起来 台北市的房地产 买到买多少 应该是 不像过去这样 这6年来 起到这很厉害 在2005年 我在预测台湾 台北市的房地产 有一个强劲的 上升一波 上升一波 我刚才知道 会起很多 不知道会起到这么厉害 几个人来说 在这个 博爱路 和武昌街交叉的所在 有一堆 帝主 在美国 不知道的行情 它开多少 开1平 要买280万 我在一个公司做过分 我说 我想跟你买 我一次现金送给你 1平100万 好吗 他说好 我马上给总经你报告 我说这个一定要买 因为根据我的 研究 210万是 20年前 那时候是2005年 是1985年的价格 1981 我有一个研究报告 写1981的时候 计算 用地租曲线 计算台北市的房地产的价格 脱地的价格 用台北市 台北的火车头 附近一公里 这个范围 做一个市中心区 来研究 到底 市中心区 一平土地 1981年多少 1991年多少 我做这个 研究的时候 这就是地租曲线 我用大大地区 四千戶 四千戶的家户 的 经济资料 来调查 他的房地产的价格 和他距离市中心区 外方 对这一点一点一点 用一个传绿做一个点 来量测量的距离 所以他的价格 他的土地的价格 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距离的 富含数 距离哪久 他价格哪久 距离哪久 他价格哪久 来计算 他的 这个 一公里范围 台北火车站一公里范围 地价 280万 乘了280万 他说开280万 哇 这是1981年的价格 怎么可以不买 结果 他们都说 没人出现 他们都很不少 甘心怎么去 不然要刷牌给洋生买 洋生的老板 跟那个 帝主说 我要分支付款 他说 帝主说 你如果要分支付款 一千五年都不可以够减 他都280万 买了 结定你 没有黎曼兄弟 一瓶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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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票吗 黎曼兄弟 逃的时候 2008年9月 逃的时候 又不行 可能不会400万 所以洋生都贪两次 现在处地要去好了 处地要去好了 现在没有600万 没人要购 那个所在没有600万 没人要购 各位 200万到600万 已经中三倍了 去起来的家里 想问 当时在那个市中 市中心区 一坪的建坪 30万到40万 现在没有200万 买不到 6倍了 几年中间 2005到现在 7年而已 7年中间 中6倍了 这一波的房地产上涨的强劲 让你不懂得了想 我当时跟他说 会去 什么会去 我主庭 土地政策 减半征收 30年 如果有人这样主庭 为了这个主庭 和地政策坏 建30年 到时候阿姨 有人跟他说 蔡教授提供这个意见专用 阿姨的妈妈 他交给一个专业院士 是 扶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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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靠点去我的办法是给他问 欸 不是说这土地政策减半是怎样 税收不减少 说机制上市不减少 因为你减半的时候 交易量增加 交易量增加的时候 你自然税收就回收 回收回来 我说一段时间 他三个都没有 他说一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 是怎样有一个市价 在那够一个公交限制 够一个公交地价 这么复杂 他说你有研究报告 我说有 我什么研究报告都送回看 看完他说有道理 就开始做了 土地政策减半了 减半之前 税收最多的 多到398亿 2001年398亿 减半是2002年的21号 21号开始实施 2001年的1月31号 1月31号到2002年的 1月31号 税收3908亿 减半征收后 2004年的 21号到2005年1月31号 税收 减半到819亿 减税喔 税率减半 税收加一倍以上 我们总 我们总要做的就是税制改革 我们在减税 税率减少 税收的减少 这才是奇迹 所以 广年山 这点美人 很多人 对广年山不太了解 有的买了就下跌了 对 对 中国资金来差也是 对 我们自己本土的资金也很聪明 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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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 尤其是我们台湾人 原地 原地有土地 他用375建筑 把你收起了 又在日本时代 落下的土地 不去定期的 全部都变成国有財政局的 我感觉非常不公平 这都要恢复 我们以前有地址都流起来 以前没有 都要行 所以我们这样很剖 快点 结束中文明国 我们自己本身来处理 土地 我去找上海留学议员 当中没什么改革 没什么改革 我把那些穿出来 也是我都处理 你现在要把它留下 很愿意 等到我们这个政策 過去的东西 都要恢复原状 在那10分 他这个是什么人最高 秘書长的高 他要講話 存两分钟 那位华青啊 那位老师 现在我们的国民党政府 跟我们这次公共有 反正有了我们这个近年地 才是 如果你要不去办 借属公共有 这些土地 他要强制 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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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他 他的宅客 10年 你看这点 这个状况是怎么 我跟你说 他要搶地搶钱 搶地搶钱 但是我们一定 将来都否认 都不需要他 他的正常性和合法性 这是我们民政府 一定要做得到 这样才有公平 因为 日本时代 土地去的情收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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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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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要对 对 对 现在 现实是你一个手工 这么多 我也 我没办法给你答案 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律师 和他去搶这个东西 慢慢去搶 我们就要还原现状 那种还原过期的状态 不可以说 让他这样 送他 给他买买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 迫不及待 一直在搶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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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本来的地主 要让他补偿 这都要 要再去讨论 不是说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先下课 我们时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很趣 又很大的问题 就对了 谢谢各位 谢谢